就独立人国中的游定成国一因为罹患骨肉流发病 开始了治疗的漫漫长路 除了每三个月要固定回诊之外 一次到院也要治疗一到三周 虽然治疗的路上很辛苦 但他生性乐观 除了努力到校跟上进度 还会做树脂土送给医护人员相当贴心 拥有一双巧手的游定成细心专注的进行树脂土创作 从小学三年级学到现在 这项兴趣也陪伴他走过抗癌的漫漫长路 大医院做核磁共振之后就发现是骨肉流 就是里面的细胞已经被那个癌细胞吃掉了 然后就当下是蛮错愕的 就是原本只是以为只是单纯的脚痛 没有想到就是会这么严重 国医罹患骨肉流发病 一开始对未来迷茫在家人陪伴下 有同学努力和病魔奋战 虽然每一次住院治疗都花上不少时间 但他仍坚持到校跟上进度令人佩服 他在班上都很勇于回答老师问的问题 然后也会下课也会和同学一起聊天 所以我觉得他在面对病魔的时候很乐观 然后这个是我可以向他学习的态度 我觉得他挺乐观就是很乐观 然后班上又多了很多欢笑的事 而且我发现他在很多课业方面上都很聪明 就是真的很聪明 就是假如说他休学就是不再班上一段时间 但他的功课还是远远就是赶得上我们这样 我觉得对其他同学来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事情 而且他跟同学之间也相处得非常好 那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 他是一个很好的表率 我也期待他能够早日康复 一起再跟同学们一起来学习这样子 还是先复健 把脚先处理好 就是让自己至少可以走路 接下来就是书也先读好认真读好 对啊这样会来比较有出路 极可乱真的甜甜圈 是由同学做给医护人员的礼物 生信乐观的他 要用坚强的意志力战胜病魔 活出自己的青春光彩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播导